哈喽大家好,我是J,欢迎来到今天的美股复盘视频 下周要决胜负了,决战进入了 今天呢,相信大家跟我呢,是看到一样的这个画面 因为crowdstrike这一边的这个问题呢,对吧 也影响了这一个微软 所以基本上是全球各地呢,都是被这一个蓝屏的这个现象啊 去影响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办公室这一边呢 对吧,大家都是蓝屏,正好又是周五 对吧,这个工作呢,就没有能继续下去 我们看到这个sphere这一边呢,也是出了这个非常出名的 blue screen of death 然后在飞机场这一边呢,航班被耽误 用手写这一个机票了,航空公司被迫 因为这一边呢,全部都是没有在运作的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啊,很多不同的设施全部都是瘫痪的 银行线上来说的话也有问题 所以就比较的不是这么的理想啊,不是这么的好啊 前一期的视频讨论到了,这个RSI呢,基本上就是到了比较是最后的一个阶段呢 因为下一周来说的话呢,实际的这一个业绩财报呢会出来的 特别是对于这一个气墙里面的一些大科技 我们看到像这一个特斯拉在周二这一边呢,是会出这个财报的啊 所以相信大家是备受关注的 所以感觉救兵是在路上的 但是如果你去说最大的一个救兵在哪里的话呢 是在这一期之前我们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分享过的这一个消息面啊 华尔街见闻这一边的,基本上呢 大的公司呢,华尔街这一边呢,是有一个回购的这一个窗口期的 但是呢,它有一个多月呢是关闭的 直到这一个七月中旬 所以后面大家会看到的,进入暑假的时候呢 Summer Trading,因为很多交易员也基本上去 因为娃不用上课嘛,对吧 所以看到很多呢,也就趁着暑假的时候七八月去度假了 交易量呢,近几期呢,标普白指数这一边呢 是有下降的这一个走势的 自五月开始呢,基本上就开始了 这两天有一些这一个恐慌性的抛售出现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是带上来一丢丢的 但是下一周呢,既然这一个回购的窗口 又再次的打开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是从6月14号持续到7月19号的 今天是几号,7月19号 这个是之前高盛分析师那一边的做的这个报告啊 股票回购周度回顾 所以在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这个周期,近期,禁止来说的话呢 是停掉了,也就代表周一的时候嘛 继续的开买 所以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买盘进来的时候呢 几个股票回购最大的股票 也就是苹果 苹果是在进行史上最大的股票的回购 还有这一个英伟达 Google 微软 这一些大的公司呢 基本上还有Meta呢 基本上都在进行非常大规模的股票回购的 所以如果这些公司开始拉盘的话 那么QQNUDGE呢 应该是比较是走强的 同时我们要看资金是不是从比较强的道指 还有小盘股呢 继续的是流动出来的 今天加密股来说的话呢 是不断的冲高的啊 逆势而上的 你们看到指数不断的探低 但是指数的技术形态呢 也是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 所以在这一边呢 还是那句话啊 想知道接下来怎么样走势呢 记得锁定我的频道啊 下一周呢 记住财报季 我会尽量上来陪大家直播的 特萨那一期呢 应该是一个两三个小时的马拉松了 上一次就是把电话会议也一起做掉了 所以周二的时候呢 约定大家啊 不要错过这一期非常重要的特萨在吗 财报啊 很多人是在看着这一个点的 这一次马斯克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 Robotaxi的更新 能源储备这一方面 能不能解决这一个毛利不断下来的 这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一个趋势啊 就是看一下特斯拉的这个业绩 能不能开始进一步的反转 去支持最近股价的这个不断的上升 我们看到霍利盘 今天在周五尾盘这一边呢 也是有进一步从特萨出来的 月儿我会去进一步的去点评一下的 还是那句话啊 记得分享点点赞 All right Let's keep going 那么来到这里呢 我们先去说一下指数 我觉得标普白指数来说的话 在短的线呢 今天日内呢 是走一个 在往下走的这一个锥形 Falling wedge 这一种的这个pattern呢 它震荡完之后呢 这里会去瓶颈的 然后去找突破 那突破了吗 有 尾盘拉上来了 测试了5521之后呢 发现是这一个压力的之后呢 因为买盘不够强吧 回踩了这个锥形的上方的压力 而发现这里是支撑 这里确认突破 回踩确认的时候呢 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买入点 也就是代表周一 如果是出神奇周一的这一个走势的话呢 我们应该能看到高开 然后开始有这一个买盘进来呢 把这一个大盘拖高 但是我们利用一个短线的分析 看到周一这一边可能有反弹 我们在长线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好 我们进入SPY标普拜指数 如果这个是同样的 跟那个SPX那边 一个是指数 一个是指数的基金 基本上走势趋势是一样的 那来到这一边呢 我是日线级别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有一个上行通道 我也多次指出过的 在这一个上行通道的上方的时候呢 你走着上沿的时候就是有风险 所以在跌下来之前呢 基本上有五天都是粘着上面的 在这里高位呢 是要减轻仓位的 而减低这一个回调的这个风险 如果是满仓拿着继续往上走的话 那自然就是加大风险 而不是减低啊 所以这个高位呢 要减轻是要注意的 毕竟前面两波呢 都是有回调的 这波也没有例外 而且陡峭度是更加深的 但是那么救兵在路上了 我们这一边是不是到了支撑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隧道的下方呢 频繁的是有支撑的 而这一个支撑的点位呢 基本上也是到了 所以短线来说的话呢 这里是有一个反弹的 我觉得还是要看到周二的财报 特别是盘后的这一些啊 才能有进一步的这一个看法 因为这里要注意的就是 这一个抛售呢 是开始放量了啊 通常它是恐慌性抛售的时候呢 会有放量 放完量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持平的这个阶段 然后呢就开始走真正的 反转的这一个行情啊 所以这里是可期待 也是需要继续去注意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方向位置啊 所以大家啊 还是那句话啊 不要掉队了啊 记得那个锁定我的这一个频道 好 接下来呢 昨天的一个大的防守线看点呢 就是这一个啊 这个中轨 这个日线级别的这个布林的中轨呢 有没有破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实体呢 是收在这个之下的 所以这个是破下来了 但是如果它只下去破一天 然后它周一的话 譬如它这样子再上去的话 这不就变成了是一个morning star了吗 也就是这一种比较是看反转的这种形态了 所以我觉得周一啊 这些回购的主力的资金回来的时候 会不会买起这个股票呢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啊 那么对于股票回购来说的话 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内部交易 特别是如果CEO在卖的话 那么两个最多人在讨论的这个看点呢 Unusual Wealth这一边呢 这个博主 他的网站上是有分享insider trading的 可以看到内部的这一些交易 有谁在做这个SEC文件的这个filing呢 是摆上去说有这个抛售股票的 那么亚马逊来说的话呢 是这个前CEO 这一个贝佐斯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最后的一个报告是7月15号 但实际的交易日期呢是7月11号的时候 卖光了最后的 所以亚马逊这一边的基本上应该是差不多了 但是英伟达CEO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Janson呢 在7月19号 也就是今天最新的filing呢 昨天还是有抛售的 包括有一些这个价格是在 116块也有走掉3000多股的 其余的话基本上都是用ONE做这一个技术的啊 所以这一边呢是有的 如果下一周我们看到这一边呢 是渐渐的没有这一方面的 这一个内部交易的抛售来说的话呢 股票回购又再继续的话呢 可能这个买盘呢 就真的是可以帮助英伟达呢 进一步的往上去走 这里卖出去的这一个几万股来说的话 对于英伟达每天的这个交易量来说的话呢 不是太大的一个影响性 但是主要是CEO在卖嘛 所以肯定是有这一方面的这一个担忧的 还是欠缺是需要这一个主力啊 那么在这一边市场里面 适合抄底哪些这一个下来的这一个科技股呢 道指和TNA对吧 也就是罗素2000 IW那边是不是资金也转流进来 要去抄底科技股了吗 对吧 我们先说一下 昨天我们做直播的时候 对吧 我们有讨论一下就是哪些股票 我觉得是不错去抄底的 然后今天是不是有发生一个突然的 就是盘中突破啊 我们去看一下昨天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 67左右的话 他就进入了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 这个高走的这个路 但是你的风险就加大了呀 你不是在抄底呀 对吧 这一边比较赤裸裸的是在追高呀 因为他已经跟前面几个巅峰 对吧 前面这些高高峰 2022-2023的这个高位呢 都已经起脚了呀 so it's not that great it's really not that great of a buy 如果你是自在抄底 而不是去追高的话呢 来来一个别的吧 这个本来我是留给自己的会员的 你要找这种的setup啊 都还没起来呢 对是很怕他继续往下穿的 但起码这里是比较低的位置啊 而且他这里确实出了一个双底 然后这里是有可能起来的 ok 跳空 如果这里跳高开始反转的话 那就比较漂亮一点了 对吧 刚刚我们看了好几个股票都是 好在这里呢 昨天直播里面对吧 有小伙伴在问 哎 KO可口可乐可不可以继续上去 跟巴爷爷一起的去飞 那么可口可乐来说的话呢 其实已经反弹了很多了 去年抄底的话还差不多 今年呢 有点晚了 所以我去找了另外一个 本来想给这一个会员里面 因为我们周四有课啊 我周二周四和周日呢 都是有每周基本上有三节 起码是一个多小时的这种 这个课的啊 去讨论就是分析啊 然后去找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机会 盘中呢 我有一个静音群 我是在给会员去写 就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的一些机会的啊 小伙伴对会员群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的community chat 社交那一边呢 去扫一下二维码 这一期复盘最后的那一个 谢谢观看的那一个界面呢 也是会基本上每一期都有个二维码 可以扫群的 去了解我的这个会员群的 Anyways 回到这个形态上面 当时星巴巴是多少钱 星巴克Starbucks74 我们去看一下今天星巴克 不知道大家尾盘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啊 星巴克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里日线呢 大家可以看到直接是突破啊 这里是开盘的时候吗 不是 是盘中突然消息也出来了之后呢 星巴巴从74呢 直接给你冲到79 末日期权我看呢 有异动的 因为通常它的期权非常的便宜 因为它的波动率非常的小 所以尾盘这些有基本上三分钱 一毛钱之下的 然后尾盘呢 我看的75块 末日的期权到 到期的那张call来说的话呢 从几分钱跑到了4块钱 基本上翻了100倍 所以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就是像GME一样的 当时在Roying Kitty小猫 对吧 大头大哥出来之前呢 有人去埋伏了一些一分钱 非常价外的这个期权 然后后面呢就往上去走了 这种你去用期权的扫描器 scanner呢 真的是比较难找的 这个真的是要靠自己 是在盯着这一只股票 去看到这一个异常的交易量呢 然后再去做一些这一方面的这个埋伏 因为当时来说 它的这一个盈亏比呢 比较便宜一点 你可以布置一些末日的 也可以布置一周啊两周 然后这一个对我来说 跟波音 Intel那些呢 都是比较长线的 Leap 对吧 你弄到1月2025年那种的 Leap 远期的这种看多期权呢 可能会不错 另外一个最大的频道 说过的是辉瑞 所以那一些呢 都是比较长期的这个setup 但是星巴克为什么啊 这个突袭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主媒体啊 也就是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记呢 是直接去放出来这一个爆料 这一个activist啊 这一个非常活跃的投资啊 投资的这一个公司 firm Elliot Management呢 是啊 在那个星巴巴这一边呢 是想入资 然后去推高这一个股价的 那么主力来了 股价还不飞吗 所以我们就看到星巴巴 是直接上去了 但是主要做多他的理由呢 是因为在日线 长线的这个级别 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相信大家昨天在我的直播都看到了 这一边呢 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双底 就是还没有放量 你放量之后 你还能追进去吗 大家也看到了 放量了之后 股价不是一个气的这一个 这一个给你这个喘气的机会 让你继续的进去啊 当然你是希望它回踩金线 然后持续的看多 因为离缺口来说的话还远着 而且人家主力才刚进去 对吧 所以后面呢 有一定的机会 继续的往上去冲 但是这种股票的波动也就一般般呢 但是你想拿到底仓位的话呢 就是要在当时看好的就上的这种的这个机会 那么大家会说这个机会错过了 有没有别的 很多人在看的 那当然就是波音了 大家都想等着波音早点的事冲上去 波音走的呢 也是类似于这一个双底的 但是这一边呢 是比较是低一点的 希望只是一个破底翻吧 这里的底部呢 是不断的提高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setup 这一个设置没有啊 刚刚那个星巴克的那个漂亮 不然的话我会第一个先去说BA而不是Sbox对吧 刚大家看见的 我直接是从KO转到去Sbox那边去走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 直播是长一点 坚持到最后啊 然后这个啊 反正是回放嘛 可以啊可以就是慢慢的去观察一下啊 里面这一个科兴的啊 这一个知识 还有啊票来说的话呢 都是挺多的 谢谢大家对我的频道的支持 记得分享点赞 All right Let's move on 我们去说一下这一个个股的这个点位 那么在这一边恐慌指数不断的飙升 今天这个RSI呢 又是提高了一点了 啊 今天VIX可能有人下错单了吧 突然这里跑到了10.76去了 啊 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人这个键盘快 或者是今天蓝屏的这个事件造成了什么现象 啊 这里来说的话 RSI是到了75 我们刚刚是之前 昨天就有解释过了 几次VIX触顶的时候呢 RSI呢 都基本上是在这一个高位的啊 所以这一边呢 就是去看下一周 如果业绩财报没有爆雷的话呢 特别是大科技这一边 权重股呢 是能护盘的话 那么我应该见到VIX呢 是触顶 然后开始是进一步的往下去走 下一个往上走的这个点位是18.3左右 完全起脚呢 是在21.28左右 是有些幅度 但是我觉得根据RSI的看法呢 我觉得已经很顶了 上一次就是在这里附近的 而且主要就是看 哎 这些大的公司看到自己股票跌了 是不是会啊 去进一步的做动作 然后去回购自己的股票 所以我觉得下一周是会放量的 而且我觉得很有很多的订单呢 可能因为今天蓝屏的这个问题呢 没有能去被进行 特别是像那个齐全滚动 还有各种的 所以就看一下周一 对吧 如果被爆仓的话 那就比较的不是很理想啊 在这种的情况下 因为不能登陆进去去操作嘛 希望不是太多的小伙伴被影响 我们到时候去看一下新闻和消息 里面这一方面 到底是有多大的一个 因为在飞机场那边 大家有看到了 就这样子来说的话 那个全部都下线的话 就不是很好啊 但是其实也是在个别的地方受到影响啊 不是就是说完全每一个地方呢 都是不能去设施 全部都是下线 然后不能用的 好 接下来说的话呢 我们去看一下这一个特斯拉还有英伟达 我觉得除了VIX之外 那也要看这一个恐慌贪婪指数的 如果市场真的是很恐慌 大家都在不断的抛售的话 那这里绝对会进入恐慌的 但这里数字真的没怎么改变 还是留在中性 是在49 50附近的 所以可能呢 就是代表这只是一个50R side的这一个回踩 因为我发现通常这一边进入恐慌贪婪的话呢 那一边特别是在大盘指数上面的 标普白指数上面的R side呢 也会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我们如果去看一下的话呢 现在大盘的R side是在50 跟这个基本上是百分 就是基本上吻合差不多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个中间点 如果它从这里就开始反弹的话 也是从我的上行通道反弹上去的话 那么我们就有机会继续的去看多这一个市场 所以我觉得下一周非常的关键 决胜负的这个一周呢就来临了 好TSLA 特斯拉的形态不是这么的好看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出了很多的这个上影线 然后这一边呢是有点这个尖的 所以不是这么的好 但是这里呢有一条必须守住的瓶颈线 也就是在这一边附近 230 235的这一边呢 是有很大的一个支撑区域的 因为这一边的235左右的瓶颈线破掉之后啊 是可以加大跌幅的 所以这里多金是一定要把它守住的 只是这一边的这个形态呢 非常的不好看的 因为这里比较的是像是一个尖顶 然后在这一边主要为什么买盘撑不起来的呢 缩量很明显的缩量 但是周二出盘后出财报的话 周一周二就有run up 也就是做一个持高的可能性 特别是如果指数也起来的话 那么反弹区域呢 我们就看一下250和260这一边的这两个方向了 250有一定的机会继续的去做这个争夺 然后就是实际的对吧 开盲盒看一下财报呢 是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周末呢 我会去预览一下这个特撒财报的这个看点的 好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英伟达 那么大家刚刚也看到了这一个内部交易来说的话呢 那个Jensen那一边呢 还是有在这一个出售的 所以情绪面对英伟达不是这么的好 加上这一个出口制裁这一方面的这一个利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里基本上是稳妥妥的在118这一边呢 是顶着这一个瓶颈线的 因为上面呢 类似一个双顶的一个结构啊 双顶的这一个结构不是这么的理想 但是呢 如果118不破开始反弹的话呢 这一个双顶呢 就有可能被否定掉 然后继续的冲高 英伟达这一路上来啊 其实已经突破过不少次这一个双顶了 不相信的话 大家看上一次这一边是怎么样的 做回调的时候 这里不也是在高位出了一个双顶了吗 回调完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还是有后面的新高吗 对吧 所以它是一路这样子呢 不断的是冲上来的 我们可以去过去呢 找到很多这一种双顶的 Look at this Right 双顶回踩均线 Boom 拜拜 然后就冲破了 这里是接近年初的时候吧 大家可以去看 我在年初的时候怎么说英伟达的 在那个时候呢 我是给出 我觉得这个双顶一破 后面那个 后面英伟达呢 应该会一路高歌 然后就很难去追到它的 所以这一笔呢 当时我们是在频道上面去指出过 我觉得是有这一种后续的可能性 那来到这里呢 平时大家看的是 Success Success 但这两只都有耗损 是三倍做多和做空芯片的 这一个基金的 我们在这里要关注的是 这一个正常的 像IWM一样的 它的这一个指数的 那么芯片的指数 日线级别的大的 这个周期的这一个支撑 没有到222 但是我们去看四小时级别的话 Boom 是到了支撑的 而且这里是缺口的上方 236 补齐缺口的话 就走势真的很弱了 但是也不远 在233 所以这里应该有不错的 这个支撑的恐慌性抛售的这一个压力呢 交易量也开始缩量了 缩量就是想止跌 止跌起稳之后呢 就是开始起来的时候做反弹 所以我觉得这里呢 调整呢 应该是差不多 Socksell开始呢 是会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机会的 最后说一下这一个比特币啊 我周末还会有更新的 所以不要错过 67000的小伙伴们 放量了啊 放量了 突破了这一个66000的这个中间点呢 当时我跟大家去说过的 在频道上 66000呢 应该先被打压一下的 回踩 均线完美接住之后呢 怎么样 放量突破 那么现在可以往期望这一边去看 周一那一边 有没有进一步的能起来 主要的催化季 7月25号 27号这一边呢 是比特币大会啊 Bitcoin Convention 这个跟大家讨论过 创总有可能是出席的 木头姐姐 还有MSTR的这个CEO呢 Michael Saylor呢 通常是比较突出的两位这一个嘉宾 记得这一个两三年前啊 也是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视频这个会议啊 当时Michael Saylor 还有这一个 Cathy Woods木头姐姐 跟这一个 还有的就是 这一个SQ的这个CEO 加马斯克 一起的去讨论 那个视频是非常流行的 讨论这一个比特币的之后啊 但马斯克之后也有出来说过说 你们都在说web3.0 web3.0在哪里呢 好像找不到 所以这一个方面啊 还是在进一步的进行之中 那么比特币继续上去的话呢 我会注意前面的 这一个双顶的这个区域 在72,000附近的 7,000是一个整数 也是一个心理压力 所以我觉得那一边呢 也是要比较小心一点的 但是这个就加大的筹码 给这一个比特币的个股呢 机会 MSTR呢 今天是大涨超过12%的吧 比特币两倍做多呢 BITX呢 也是上涨了12%左右的 所以这一些票呢 暂时来说呢 sorry 14% to the upside 所以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就是对吧 你一没有追上呢 他就跟你说拜拜了 Coinbase的两倍做多呢 也是涨了接近20%左右的 这一些今天都是强势股 逆势而上 主要催化剂除了这个大会之外呢 还有就是以太坊 这些基金 批准了之后开始上市 对吧 跟之前比特币基金上市 差不多同样的一个催化剂 就开始往上去走了 下一周看一下 有没有这一个更新 另外对于矿股来说 挖矿股像MERA CLSK 特别是Riot 对吧 这些公司呢 就开始转换自己的场地呢 去做这一个AI数据中心 对吧 往这一方面的这个业务走 因为赚钱啊 你把厂子租出去 给别人去做AI 比自己去挖币都能赚钱的话 你的这一个生意模式呢 完全的是改变呢 如果能比你挖矿还赚钱的话 那么可能你的市值就被低估了 然后就会有这一个估值的 这个改变呢 所以现在的跑道啊 还是跟着AI在走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之后的一个 大的一个看点 说到AI这几天PLTR呢 一生不堪的 对吧 前两天我们看到SOFA也是挺强的 PLTR呢 在这一边呢 是陆陆续续的继续往上冲高的 今天上一线是出来了 冲高回落了 那么这个也不意外 因为之前我摆的这一个压力线 就是在这个29.4左右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做了好几天的 这个压力了 就是看到底哪一天能30了 但是毋庸置疑的就是这里的上行趋势呢 还是一个字 美 最后我们去看一下道指 还有这一个小盘股这一边 是不是有下来的意思 资金是不是要进一步的回流到了科技股 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里出了一个很明显的黄昏之星 IWM罗素2000指数呢 还在回调之中 那么另外的一边呢 就是看最近走得比较强的这个道指 它的基金呢 也就是SPX是指数 SPY呢是指数的基金 那么道指呢 Dow Jones是道琼斯指数 DIA呢是它的这个基金 这一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 也在 对吧 黄昏 黄昏之星 IWM 开始往下再走 所以它也需要起稳之后呢 才能上了 那么资金 从道指和小盘股再流出来 你说谁会受益 对吧 是不是往这一边 看到加密币这一边有受益 但是其实更加多的 是不是跑进去 准备把这个科技股呢 再次的给拉上去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呢 好 今天就先更新到这里了 谢谢观看 记得分享 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